全美影响力最大的青少年音乐盛典兰森国际音乐节在洛杉矶开幕 加州参议员候选人伍国庆 爱尔蒙蒂市市长安卷 市议员杰瑞 核桃市市长苏丸秀兰 德拉提市长康家琛 圣盖博市议员廖清禾 兰森国际音乐节创办人John 总裁道格拉斯 执行长弗任克章 高级顾问江启光 美国国家电视台台长王莲本人致辞祝贺 并为音乐节开幕式剪彩 与和嘉宾表示 兰森国际音乐节不仅为当地社区带来 种下之夜高水准的音乐享受 更为世界各地的青少年提供了一个展示平台 促进了世界各地音乐艺术的交流 开幕音乐会上 声乐教授爱美奖得主 安妮·海雷 演唱了西洋歌曲 安德尔·帕克与丹尼尔·帕克和克里斯托 表演的甘情、小提琴和大提琴三重奏 以及小提琴、大提琴独奏 专业美妙的音乐 让观众听得如痴如醉 在未来的日子里 兰森国际音乐节 还有弦乐之夜、管乐之夜、 甘情盛会、打击乐及架子鼓、 声乐与合唱、独奏、 室内乐的表演 美国国家电视台记者 罗斯坦基采访报道